但据外媒报道,此次谈判最后已失败告终。 这已经是日俄两国就此问题,在今年内举行的第三次谈判了。 而这次失败的原因,也和上两次相同。 在签约条约上的领土问题上,双方没能达成一致。 日俄双方心里都打住自己的如意算盘。 日本想要回两个岛,但俄罗斯就不给。 随后日本想用军事力量吓唬一下俄罗斯,但其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。 俄罗斯方面一点都不担心。 日俄和平条约谈判破裂。 日本签订协议的前提,就是拿到南千岛群岛的主权。 而俄方在此方面是坚决拒绝的。 谈判结束后,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,目前,日俄双方对战时还存在较大分歧。 双方的和平条约关系,只有通过不断提升双边关系。 不断合作才能得以解决。 这样看来,只要日本一天不放弃岛羽的主权问题, 那么日俄在和平条约上的问题,就不可能达成一致。 其实,日本在这件事情上,一直是在被俄罗斯牵住鼻子走。 助无疑让日本有些恼火。 在第三次谈判失败后,一度想要对其采取军事行动。 日本向争议岛屿派出大批舰艇。 据知情人透露,在谈判后, 日本方面向南千岛群岛派出了大批军舰。 据媒体报道,与此批军舰一同出发的还有大量地面作战部队。 日本方面此举事欲在南千岛群岛区域进行军事演习。 显而易见的是,日本既然没有拿下来与俄罗斯的谈判。 现在就想施主通过军事行动,来震慑一下俄罗斯。 日本陆上自卫队。 其实,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来。 日本此举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。 且不说日本这次部署的这点装备,不足以威慑俄罗斯。 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 太自不量力了。 况且,俄罗斯那么强一大国。 面对美国的威胁也临危不惧。 直接做出强烈反击。 日本要是真的对俄罗斯造成军事方面的威胁。 俄罗斯才不会给它留面子。 抄起家伙干就完了。 近年来。 由于南千岛群岛的地理位置极具优势。 并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。 俄方早已在此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装备。 一旦日本有所行动。 不仅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。 自己反而将高到沉重打击。 日本大批舰艇,杀向南千岛群岛。 对于此次日本不自量力。 大张旗鼓向南千岛群岛进行军事部署的行为。 非常有可能是受到了美国在背后的推波助拦。 毕竟, 日本和美国之间交往频繁。 而和俄罗斯方面一直不对付。 不仅如此。 俄罗斯也总是和美国唱反调。 在美国制裁别国的时候, 常常横插一脚。 对此, 要是能借日本的手稍稍教训一下俄罗斯。 那美国将是喜闻乐见的。